所以我们自己的念善 招感来的往往是善神 念恶 恶神随之 如影随形 这是太上感应片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们拜神 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们目的是为了种马票 目的是打败别的商家 让我自己能够很顺利地拿下标 目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很重要 要有善的目的 不要伤害到别人 这样的心态去拜 拜来的善神 你恶念去拜 然后就拜到恶神 恶神随之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从我们自己 要讲德行 要讲道德 要遵从 仁义理智信 武德的约束 从武德中 要求自己 去武德 从武德中去拜 你这样拜来的 才是真正的善神 那你拜来的善神 是拥护于你的 让你去行善 让你去挤功累得 因为他帮你挤功累得成功了 然后他也分得了应得的功德 功德圆满 他才能成佛 所以众生都是为了圣 智人 达到圣贤 达到智人 达到真人这个水平 动物也有修成真人的 动物也有修成圣人的 也有修成菩萨的 不是光是我们人才有这样的资格 所以讲到圆绝的时候 很多披之佛 实际上都是鹿啊 孔雀啊 这些动物 他们修先 修到成功的 成为这个圆绝 这个成为皮质佛 这个很多 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动物仙 更不可以知道是动物仙 然后去 这个瞧不起傲慢 我慢 这个你真正是道的传人 真正是佛的修行者 你要包容 他只要是行善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注意 就是 虽然行善 不得冒名顶替 你到中国 将来有机会带你们去 人家直接写的就是 狐狸精庙 叫狐仙庙 黄大仙庙 这个猪大仙庙 或者猪元帅庙 猪就是猪精啊 这些怎么样 这些你去求他 人家帮你 这个你行善 人家帮你成善 这个是他有功德的 是可以去礼敬的 不是不可以去礼敬 但是问题 现在在末法时期 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冒名顶替者多 这就是他不讲道德 冒名顶替观世音菩萨 冒名顶替 什么善才童子 冒名顶替鸡功活佛 实际上他是动物弦 这种允不允许 不允许 这个我以前给大家讲了 我去行善 我去布施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请我讲讲话 然后我上来说 我呢是李显龙 这次来看看你们 给你们送点钱花 行不行 不行 那马上警察就把我抓走了 冒名顶替的总理 最大人 对不对 你说我是张补生 我来给大家 看看大家 大家欢喜 说你不能冒名顶替 你是行善 你不能冒名顶替 你这个冒名顶替的罪名 也是犯法 说很多是 像我们这个 今天在末法时期 很多的佛家寺院 道家寺院 师父们主持人 他没有这个法力 也没请到高道高僧 然后官道优微的师父 去帮他们这个寺院开光 姐姐护肠 那么也上香 也来请神 结果就请来很多的动物仙 不讲道德的动物仙 邪灵 有的神志是天谋外道 通过天界来遥控 你看你们今天经常是宇宙信息 宇宙信息 来自宇宙的 你们就觉得 这很高 你知道 这个很恐怖 你一定要问他 来自宇宙的哪重天 如果来自 欲界六重天 那么很恐怖 是不是 那你不是魔子魔孙 你不是魔王才帮你 你拿着魔王的能量 去帮助别人 那不是做了魔王的走租 帮魔王再打工 所以你们对这种宇宙信息 宇宙能量什么 这种千万杜绝之 他不敢录自己的家门 那么正的就说 我来自光阴天 我来自法界 某一个法界 我是来自观音大士的 我是来自哪里的 这个有家门 如果是真的追求下来 是真的可以利用 可以跟他同体共修 或者遥控 遥控共修 都可以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今天在魔法时期 千万不要乱拜 我在新加坡 走了很多寺庙 十间寺庙 九间被附体 九间都是动物灵体在控制 那么都不老实 外面摆着观音 里面养鬼 说是观音帮忙 实际是他放五鬼去帮你 放五个人头 哭了在里面养 共 这是为什么 让大家不可以追求神通 你们如果以神通 去判定一个师父修行的高低 你们就中计了 魔高一尺 这个 佛高一尺 魔高一丈 魔的神通比这个 佛的神通还大呀 因为佛有神通 他不显 他是无量神通 但他不显 那这个魔就是靠显神通 来麻醉你们 来让你们崇拜他 而不是崇拜你自己 真正的正法教学 有一个崇拜的对象 是崇拜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是佛 你自己是如来 然后要正处自己是佛 正处是如来 这是真正的崇拜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今天千万不可以出去乱拜 要分出这个正邪